花了很多的东西都包装 对不对 当然从环保的角度来讲 有些人会complain 这样太浪费了 一个糖果包一层 两层 三层 上面还打个蝴蝶结 可是它们很美 日本人就是要创造在人间的净土 所以它的文化里是跟美学结合的 寺庙里面都种满了樱花 所以你看日本的地藏王菩萨 铜 青铜做的 在寺庙里面 一进去的时候就非常的美 对不对 你看非常的庄严 它中国造型非常的饱满 它的右手拿西藏 左手拿摩尼珠 摩尼珠它把它涂为金色的 所以日本人是非常喜欢观音 韩国人也很喜欢观音 但是日本人更喜欢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 待会我解释 地藏思想在中国跟在日本 是非常普及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美 我看你们要存钱去日本了吧 接下来你看大唐式的 所以一进寺庙的时候 它日本的寺庙非常的庄严 所以还要按照禅风 有树林 有庭院 有楼阁 所以真正在日本出家的话 你做一个好的出家人 住在寺庙里是很有福报的 因为你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的宁静的 所以一进大殿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拜地藏王菩萨 因为地藏地藏 对这个寺庙的所有一切的大地文物 也是有很大的加持跟保护的意思 好 接下来你看日本的国宝 就是地藏菩萨 它的席藏已经不见了 可是它雕的坐姿 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唐朝很饱满的庄严的形象 好 第二类 我刚才讲地藏菩萨也有六个 应该会跟六壁如意伦观音一样 新加坡人真的很有福报 师父第一次到佛牙寺 看到后面的六壁如意伦观音的时候 师父是很大的震撼 我也流眼泪了 很感动 后来我就带学生供香花灯果煮 所以观音菩萨可以划现六道众生 同样的地藏菩萨也可以度六道众生 虽然这个图片比较小 你就可以看到地藏菩萨有合掌的 有拿席葬的 还有拿灯笼的 还有拿莲花的 它有六种造型 代表度六道众生 接下来看地藏菩萨的照相就这样 它有六只手 看到了吗 后面看不到可以站起来 没关系 对不对 它一样中间两只手是拿席葬跟摩尼珠 可是另外四只手就有拿法器 莲花 还有其他的不同的东西 所以它是有六只手的地藏菩萨 代表度六道众生 再来看 最后类似有点香港造型 但是它还是属于日本风格的地藏菩萨 就有六只手 你很少看到这样的照相 我想新加坡也没有吧 很少 所以下次你不要看到 怎么奇怪 地藏菩萨有六只手 对 代表度六道众生 我想各位只有两只手 对不对 你不会有三只手吧 第三只手 第三只手就是小偷的意思 可是六道众生是指度六 六个手是度六道众生 接下来 因为地藏菩萨可以千百亿化身 度六道众生 满众生的愿 由此而延伸 地藏菩萨就会变成什么 宋子地藏 所以日本人除了拜观世音菩萨求孩子 日本人非常非常流行 拜什么 地藏王菩萨 那叫宋子地藏 事实上这个雕像是以日本风格雕 但是在台湾南部一个寺庙 我给你看详细的 你看吗 中间的地藏王菩萨 拿西藏五方佛宝盖 右手边的是拿念珠 左手的是拿摩尼堡 注意看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每一个地藏菩萨下面都有很多小娃娃 抱着她 很高兴 这代表宋子地藏 所以可见菩萨真是大慈大悲 什么都互念 就像妈妈一样 什么都要管 所以日本人是很喜欢拜地藏菩萨的 所以求地藏菩萨也可以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在你的心 接下来再看东密室的地藏菩萨 因为从唐朝的唐密传到日本 曾经也建立东密的体系 最主要的就是空海大师的高野山 还有很多很多都有密宗的体系 那就是日本的净土真宗 除了净土宗的险教之外 它也有东密式的净土宗 所以东密的话有东密的造型 所以你看八大菩萨里面 地藏菩萨它是拿船方 而且右手是拿摩尼珠 左手还有拿稻碎 地藏菩萨种稻子 接下来再看 很庄严 对不对 右手拿摩尼珠 他左手拿个莲花 莲花上面还有船方 这个是太藏界的八大菩萨的地藏王菩萨 看起来很像观世音菩萨 跟你所供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是东密造型的地藏王菩萨 接下来东密日本除了佛教很兴盛的话 神道教也很兴盛 就像我们中国 佛教还没有兴盛之前 我们中国本身是道教的 中国人本身是拜道教的 太上老君修无极 对不对 与化成仙 所以当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他们会结合 结合以后就会产生当地文化接受 日本本身也是有神道思想 所谓神道思想就是拜土地公 土地婆 或是拜天神 或自己的祖先 这些神道思想 最后跟佛法结合以后 你看这张图片 地藏菩萨就变这样的 很像日本人 中间这个 对不对 右边两边下面 待会我会再说 在我们中国就产生了是什么呢 慕连尊者跟敏宫长者 可是这里下日本人是有他两个祖师 专修地藏法门 对不对 你看头发这么长 扎两个扎扎 对不对 他还是拿西藏 跟摩尼珠 这是东密室的地藏菩萨 好 再看 现代的地藏菩萨 真可爱 I love this one 这是地藏菩萨 这不是小沙咪 地藏菩萨 对 一到山门以后 现在年轻人 地藏菩萨 对 很可爱 很像看起来 一修和尚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更Cute的 一排 Doremi 三宝 地藏菩萨 这三尊都是地藏菩萨 左这边的是拿摩尼珠 中间是拿一个 好像是类似于西藏这样子 可以敲的 像打板的木头 右边是拿念珠 这三个都是地藏菩萨 这边就多说几句 因为是地藏菩萨 请看这个 但是日本一样 佛教也很兴盛 日本也经营现代化 可是当经营现代化的时候 不瞒各位说 师父今天没有单独要处理 所谓阴灵或堕胎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麻烦 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可以再演讲了 另外一个礼拜 暂时我在这个主题没有讲 不过因为社会的关系 很多不良的人 就会以阴灵或堕胎来炒作 变成恋财 甚至一直强度到超度很重要 这个也产生一个社会问题 日本人老实说 因为年轻人也很爱享受 所以男女关系也很复杂 所以很多未婚妈妈 还有问婚爸爸 甚至也产生了堕胎的问题 因此请问 他们在佛门里面 怎么样找到解决呢 供地藏王菩萨 我刚才在找 可能我有图片 我没有贴上来 明天给大家看 是什么呢 我供一尊石雕的地藏菩萨 然后给他戴一个帽子 这样看起来像小娃娃这样 意思就是超度英灵 这个在日本变成一个 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当然佛教徒跟政府 也会公开要去处理 可是我会觉得最重要是 你要小心有些人动机 因为注意听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孕妇不小心怀孕了 不小心怀孕以后 她就堕胎了 堕胎以后 佛知道她去问佛 佛说不可以 因为宝宝要出事了 你要照顾她 她跟你有缘 佛就跟她讲 你堕胎的这个罪过 就有点像杀父亲 杀母亲 甚至杀阿罗汉 像忤逆重罪 你要忏悔 那他因为说我不得已 我是不小心怀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要是被家人知道 我绝对给我公婆给杀了 所以为了我保护我自己 我只不得已这么做 所以佛就叫她念长寿经 叫她忏悔 而且佛叫她长寿经忏悔以后 要点灯 还有要改过下部为例 可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注意听 佛讲的重解是要她忏悔 转变她的业力 但佛在长寿经里面 并没有故意讲说 你这个妇女呢 剁了她以后 就一定有鬼来骚扰你 后见这个佛并没有强调 可是我觉得现在 在东南亚或全世界 这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不是佛教问题 我们都知道希望不要伤害众生 但是很多的恶缘 好 那不得已 那怎么办呢 举个例子 Abortion 堕胎 我在Australia曾经读过 Advanced English Course的时候 读高级英文班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堕胎 因为师父就想了解 西方人怎么了解 后来我读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用英文写作文以后 我感受到有三种情况是不得已的 第一 被强暴 那没办法 是业力 可是我并不高兴啊 我就怀孕了 这个可以允许堕胎 第二个就是生出来的孩子呢 有疾病感染 会让妈妈也死 孩子也死 那这不得已 只好他也选择这个方法 第三个就是呢 我现在的姻缘怀孕了 可是生下来不能给孩子很快乐的姻缘 家里经济真的有办 没办法 那他只好选择堕胎 所以第二类里面呢 还包含有精神病或家族疾病的传染 所以他们会选择这样 当我读了很多很多西方文章的时候 师父没有鼓励堕胎 你不要误会 我是说这三种情况不得已的时候 他只好选择是这样方法的时候 的确身心很痛苦 那你说从生文率来角度来讲 当然杀生是不好的 也不太被鼓励的 就这样举个例子 我们呢都不杀一个动物 也不杀蚂蚁 那为什么你还会杀害自己的宝宝呢 另外一个想法 修同理心 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宝宝 很快乐来投胎 结果你妈妈就 把你解决了 那你感觉怎么办 太可惜了 我本来要投胎做你家人 既然你不欢迎我 当然他会起身心的 了解吗 第三 假如你是不小心被强暴的话 那当然是过去的业 可是呢 你生出的孩子 你若真的愿意养他 他还是有佛性的 所以我会觉得 堕胎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而是你要从控制自己的欲望 注意自己的行为 谨慎自己所交的朋友 这些缘去改 而不是最后呢 就说 反正我就去医院吧 所以很多人因为 没有理智 没有智慧 或是业力显现的时候 做这个原则 到时候有了就来问我 师父 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忏悔 那当然我说良扮 没办法 可以忏悔 可是你会很苦 对啊 你身心会很苦 为什么 第一个 其实堕胎太多了以后 对孩子是不太好的 对妈妈的身体 对妇女做妈妈的身体来讲 是不好的 因为你的子宫是受伤的 师父是老师 我学过很多东西 第二个 就是呢 你的心里会觉得呢 你有罪恶感 第三个 你还会有恐惧心 你会怀疑 下一个我还不会再悔孕 下一个还会不会有健康的宝宝 下一个呢 我会不会有冤亲再主来偷胎 下一个呢 我会不会生一个智障额 你看你的心里有多恐惧啊 其实它不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因为这种身心的痛苦啊 因此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有些有世俗利益恋财的呢 就公开鼓励呢 要所谓的英灵超度 其实在佛陀在世 是没有英灵超度这回事的 注意听 没有这回事不是说 你现在做英灵超度没有效 师父要先告诉你 佛原来怎么处理 所以那位妇女呢 她跟佛忏悔以后 佛教她读长寿经 重点是她忏悔了 永远不再造 她也点灯了 也做功德 而且也跟佛陀学习佛法 这个才是重点 了解吗 不然很多人会问我 师父 我们已经堕胎了 不小心 怎么超度这么久啊 人家还说我旁边有鬼啊 你旁边根本没有鬼 是你心中有恐惧不安的鬼 了解吗 那超度祖先 或超度英灵 是以大悲心 希望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当你为英灵超度 不管有明字跟没有明字 你说有没有用呢 其实超度是有它真正的利益 佛力 法力跟自立 再回来看 你自己觉得自己错了 你现在仰仗 诵经做大法会 对不对 然后法力 然后你又念佛 念咒 求佛力加持 佛力 法力跟自立 的确也可以把你的小孩 从幽冥界众生而度出来 来生后他会投胎做人 也会继续学佛法 这样理解才是正确完整的 但是不可以投机 对不对 反正佛力 法力自立 好 那我就多胎 下一次 没有关系了 I love you so much 又怀孕了 不可以 你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不对 是不是 不可以这样 这个叫做走法律漏洞 这样的话我告诉你 真话 狄章菩萨跟观音菩萨 可能也会放弃你吧 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要改变你自己 了解吗 知道吗 所以 我要总结的说 我不能否定说 超度英灵是没有效的 它是有效果 是以你大悲心 透过佛力 法力 自立 而真正希望它 理苦得乐 那你心中要有忏悔心 这样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 会帮助你 会加持你的 这是今天要说的 好 今天讲经就到这一个段落 我回答一两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回向 时间差不多了 师父请问地藏菩萨是过去哪一尊佛来转世的 答案最低 他虽然的 证悟的 证悟的这个境界是已经到佛 可是他的愿心还没有视线为八项成佛 所以地藏菩萨没有过去佛的名号 佛经理讲是说 他的修持证悟以及深深度众生 他的智慧等同于佛 可是他并没有像释迦摩尼佛或阿弥陀佛 对不起 释迦摩尼佛或是弥勒菩萨一样 从道立天宫 舍兜率 将王公 气味出家 苦行学到 视线八项成道成佛 所以对不起 地藏菩萨还没有过去佛的名号 他就叫做地藏菩萨摩赫萨 师父请问佛弟子都不能杀身吗 答案是的 绝对不可以杀身 包含危害人类的虫子怎么办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解决 我刚才说过 就以堕胎的例子这样 不是拿掉孩子是唯一的办法 今天讲不杀身的目的是告诉你 不要以称心伤害众生 但是你杀也有很多种 注意听 杀因杀缘杀法 耐心听 虽然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师父是会非常有耐性 你问我一百遍我还是会讲 因为这个很重要 佛法讲第一个不杀身就是不可以杀身 菩萨界第一个就是要救度众生 甚至你舍掉了生命 你都不可以伤害众生 这就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你认为说不可以杀蚊子 是觉得你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蚊子会伤害我 蚊子会传染疾病 其实你是很自私的 永远从蚊子角度想 那假如你现在有个神通 放大镜看到 那个蚊子是你妈妈 请问你会杀吗 你的想法就会改变 了解吗 你要了解他杀 不能杀身的本意是什么 绝对没有一个众生愿意被伤害的 杀阴杀缘杀法杀业 注意听 杀阴就是我动个念头 比如说我现在杀人 可是我做不成 有没有果报 还有 稀一点 第二个 我现在非常喜欢杀 而且我杀得非常高兴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要杀一千个人 然后呢 升到天上做天王 他杀了999个 当然他杀得很高兴 这样呢 很高兴地去杀 那多的果报一定是RBDV的 所以杀身跟他的心有关系 这叫杀阴 杀员是什么呢 拿工具 有些是拿蟑螂拍子 啪 这样打下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超度他 你真能超度他吗 你要想清楚啊 第二个 有些杀呢 像啊 以前很多的妇女 没有学佛之前 婆婆叫你杀鸡就要杀鸡 对不对 你不得已被迫的 你还是杀了 可是你是心不甘情不厌 听好 还是有果报 但果报轻一点 做个世俗话好了 假如你自己杀 你会头痛一个月了 这是比喻啊 你被迫婆婆杀的话 你要头痛大概两个礼拜而已的 它是有差别的 知道吗 第三个 杀的对象 杀对象 假如杀圣人 那罪过很重 像佛的弟子 事实上 你要杀佛是很难的 因为佛他有他的功德 可是提伯达多 就是想破坏佛 你杀不了佛 那你杀菩萨 菩萨你也杀不了 接下来 你杀阿罗汉 或是故意下毒 要毒死阿罗汉 那你最后也会堕地狱 所以现在你都杀不到的话 一般杀谁呢 杀自己的爸爸妈妈 是最重的 接下来是杀人 或杀你最爱的朋友 或是亲人 举个例子 男女爱的时候 I love you so much 对不对 可是呢 爱得深恨得也深呢 为了呢 跟人家抢男女朋友 他就把对方给杀了 那个果报也很重 所以各位要提醒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小孩或你朋友 不要男女嫉妒呢 交不成朋友结婚 我得到了就要 得不到我就要毁掉 那样的称心杀松的话 将来也会堕地狱的 所以杀男朋友跟女朋友 果报也很可怕 因为你的心是很残忍的 了解吗 所以杀人的最重 爸爸妈妈是第一 最重的音 我最第一的意思说 重 接下来轻一点呢 是杀呢 人 接下来轻一点 杀动物 像鸡 鸭 狗 再轻一点 像蚂蚁或昆虫 不同的对象 其实果报也不同的 所以不是你讲的 单一音 单一元 所以最重要你想 我要有慈悲心 帮助众生 那你在不小心呢 在厨房里处理的 蚊子跟虫子 那不小心的话 有很多的方法 但我不认为 一定要打死它 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你试试看一个例子 我讲经讲过 蟑螂 你抓它来 然后你动一念头 我要打它 杀它 吓它 但是你不要真的打 你说啪的一声 它吓死了 一直跑的 它感受到你心中 生起那种杀心的磁场能量 它是吓死的 那你就知道杀心多可怕 那我问你 假如你是蟑螂呢 你要给人家杀吗 你跑得最快的 以此类推 用同理心 你就会生起悲心 第二个问题 师父 一个佛弟子 可以皈依几次呢 几个法明呢 我想一个就够了吧 你皈依这么多次 做什么 皈依多次的原因是有这样 第一个 第一次皈依就是 透过善知识 皈依释迦摩尼佛 十方三世一切 常住三宝 第二个 我们叫结缘皈依 你跟这个善知识很有缘 其实我觉得 有没有这个皈依 那还其次 最重要你要按照 这善知识所教的佛法 去做才很重要 法明呢 有几个 一个就好了吧 不要这么贪吧 像我叫辛红诗 我要很多诗吗 一个诗就可以了 辛红法诗就好 我有外号 有内号 一个法明就可以了吧 师父请问 如果要念地藏经 是否要选择放地藏菩萨的佛像呢 如果对着虚空念 或是在其他佛像念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 不会冲突 你念地藏经 假如能够对着地藏菩萨的圣像 假如你是在家里念 那你因为看到佛像 佛像有佛像的功德 你不要比较容易专注 而升起恭敬心 跟清敬心很好 但是你若出了门呢 你是坐捷运 或坐飞机 对不对 你不用搬一尊地藏菩萨 放在你面前吧 你一样可以对着虚空 可以念 为什么呢 观想地藏菩萨的功德 就广大如虚空嘛 他的心量 悲心 愿力都一样 都像虚空一样 所以哪里可以都念地藏经的 好 其他的问题我改天再答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会点灯 点灯完了以后呢 我会继续讲经 讲完经以后呢 如果还有问题就赶快来给我 私人的问题师父会单独处理 因为我们全程录影 如果我没有回答 请你不要生称恨心 要生体谅的心 然后呢师父呢会单独还跟你联络 会用电话回答你的问题 明天会从二十三页十二行 丁二无佛出世的时候成就佛轮开始讲 那明天我会把第一轮讲完 如果看时间还有机会 我还会讲第二轮 第二轮比较长 我会先介绍重点 那明天还要回答问题 然后呢 最后大会明天结缘 出场的时候 因为你们要点灯嘛 要听经 所以我建议先不要入场的时候 发结缘品 出场的时候在门口 然后由大会 这个宽济念佛堂供养 所有的人呢 一人一套 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非常重要 是我在巴旦导讲的 那我这次没有时间 就一个一个字为你讲 你了解 希望你回家听 那虽然人很多 所以建议你不要贪心 一人只拿一套 拿了一套以后 如果你要跟你亲朋好友分享 可以 你自己烧给他 因为只有两片而已 还有讲义 所以你烧给他 一不可以贩卖 二不可以有版权 那你可以不用经过我同意 带到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和任何国家 帮助有华联的 华人的联友 而且讲义呢 是中英对照本 师父都会公开同意 所以你的心是纯正的帮助众生 师父都会随喜 所以明天只有一套 然后这样明天法会圆满的时候 我就暂时解脱了 那下一次呢 从第二轮 一直到第十轮 讲义最后 明天我还会简单介绍一下书目 我明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那希望呢 你能够好好的复习 听DVD 然后呢 今年的十月一号 我会讲part two 一直把它到全部讲完 然后呢 这第二章就是十轮经就圆满了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念回向文 请念十一页 念请看幻灯片 好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 印光大师的地藏菩萨发愿回向记 虽然很短 但是它的意义是很深的 请你也做观想 愿一切众生都超越自己的所有的身心 身口意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都真正能够所求如愿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好 我念一段 你跟着我念 大师誓愿不可测 大师誓愿不可测 蕴杯抽片成刹果 蕴杯抽片成刹果 众生静候适方修 众生静候适方修 地狱空时愿使习 地狱空时愿使习 受化多层无上道 受化多层无上道 至身由是生文积 至身由是生文积 只愿身佛性为一 只愿身佛性为一 欲令同祸就禁忌 好 阿弥陀佛 今天本来我还要讲一个故事 是地藏感应的 因为有点长也很精彩 我留到明天再说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好 诸位法师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今天要先带大家点灯 点灯 大家的仪轨 大家都很熟悉 点灯也是非常殊胜的修行法门 请各位打开讲义 第44页 也看幻灯片 所以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就不诵经 也没有 所以用点灯来代替 待会点完灯以后 我们还是要静坐一下 把心静下来 接下来我还要讲经 还要回答问题 好 请看第44页 点灯与发愿 有好几位联友 其实问了很多问题 或许他在不同场合 师父还是很有耐性说 都会问师父 我家有护育症 或是有植物人 或是老人痴呆症怎么办 点灯 诵经念佛 我再讲一遍 点灯 诵经念佛 点灯跟发愿 能够在寺庙点是很好 可是你在家里点也一样功德 最重要点灯是你的 这个愿心与所缘境 当然今天楼上楼下都坐满了 新加坡人真是有头有尾啊 当然也有很多人有中间 对 师父没有误会 所以我很感恩 点灯是很殊胜的 接下来下个月又是卫塞节 所以我想点灯是很好 其实师父也常常点灯 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桩事情刷牙洗脸完 我就先供香花灯果煮 我自己住的地方都要点灯 我现在跟你讲经 声约金色也在点灯 所以点灯是一个非常殊胜 尤其在末法时代 是教摩尼佛为了怜悯一切众生 因为点灯你必须要用供养 有人问我 师父我可不可以用灯泡 答案不可以 因为点灯是要 它会要燃烧 燃烧是无常法 所以才能够代表 把你的业境给消除 业障给消除 所以点灯与发愿 可以满你的愿 请看幻灯片 这个就是我去印度 凑杯马连师的圣地 为各位所有的人点灯 包含新加坡的联友 所以我相信你虽然很苦 不过你的头应该是 也很亮吧 对不对 你坐在那边 他们收功德 对不对 人家帮你回向 所以点灯是很殊胜的 第二个诵经 请送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第三 你可以念观音菩萨 也可以念地藏菩萨 不要认为没效 你不做 永远不会改变 我再讲一遍 师父是很有耐心 就像一座冰山 太阳出来了 冰一定融化 但是它慢慢的 每个人的业力不同 有人的业力 可能要三十年 才会融化 有人二十年 有人要十年 可是你只要肯用功精进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可能三年业力 就参除了 举一个例子 师父很丑陋地 在这个地藏法门里面讲 就跟你讲 我的杀业 我的杀业 从我出家 开始 之前送地藏金 金刚金 我出了家 我还努力了一年半 我的脖子跟肩膀才好 而且是我每天都用功 你有耐心一年半吗 所以不要认为没有用 一定有用 但是你无量节的业力 也是不轻的 所以希望各位真的要很真心 真心地知道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教法 都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真正的力量在哪里 在你的心量与怨心 所以今天点灯发愿文 就照以前平常这么做 我会先唱六字大名奏 请一位法师 两边各请一位 护法居士 派三位来就可以 然后给传 包含楼下 楼下好的时候 给我一个记号 然后我们再念发愿文 念完了以后 会唱售 CD就请准备 接下来 点完以后 还念到四十五页的 平常我念阿弥陀佛 可是我今天改 改念地藏菩萨四个字 因为地藏菩萨的愿力很大 既然我们是讲地藏法会 其实我们就结束的时候 传灯的时候 请你往左右两边传 我会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四个字的圣号 然后就圆满 然后继续讲经 在唱售的时候 因为大家要听CD 所以第三售 四十四页第十九行 愿与弥陀合为一 发愿是希望生者跟亡者 都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你可以念 在唱的时候请唱 愿与弥陀合为一 若是你在家里是修观音法门 你可以改为愿以观音合为一 你修地藏法门 你可以改为愿与地藏合为一 但是今天我们要听CD 所以请你还是唱弥陀 愿将来 我们大家都能在极乐世界见 好吗 好 来 唱六字大门奏 OM MANI VEME HONG OM MANI VEME HONG OM MANI BEME HONG OM MANI BEME HONG OM MANI BEME H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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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师父的方向是跟你相反的 你应该是这样的 向右 你的右 不要我向 因为你向左的话 你将来点一等就变外道去了 圆起不同 佛式代表顺时针方向 好 请别他做好 我请篇我念一句 我们赶快 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 damage 景臣虚弥山亡 愿灯游 景臣汪洋 此灯之树 一盏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消除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明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皆得显明清见 在没有唱CD的时候 师父也祝福 我知道有几位今天刚好生日 我们不用唱生日快乐歌 我们就唱点灯祈愿文 也祝你无亮光无亮寿 请放CD 请大声一点点 请真诚地唱 愿一切众生都离合了 祇有光明之灯主 奉献先前前佛等 无欲光大十方几 十尊空行无法途 叹成圣中尽风险 父母为首有情中 此生已尽可所生 皆能清洁佛尽度 愿与弥陀和唯一 三宝三个终地里 不得如此所发愿 其情加倍速得车 细有光明此当中 奉献先前前佛等 无欲光大十方几 十尊空行无法途 叹成圣中尽风险 父母为首有情中 此生已尽可所生 皆能清洁佛尽度 愿与弥陀和唯一 都能其所艾 三宝三宝三宝三公个终地 命快速得车 不能如此所发愿 第三遍 三遍 贪嗦声中尽风险 父母为首有情中 此生已尽可所舍 皆能清洁或清空 愿与弥陀和唯一 三宝三个终地里 不得如此所发愿 其情加倍所得者 请向右转 三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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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吉祥圓滿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观想 观想念地藏菩萨的时候 观想过去生的六清眷属 你的历代祖先 今生你自己 以及未来将来也会往生的所有众生 都坐着你手上捧的大宝莲花 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然后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念地藏菩萨 前几句你先听我 到了第三句的时候你才唱 因为你要听异调 异调跟阿弥陀佛一样是念 地藏菩萨是四个字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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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坑菩萨 地藏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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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泡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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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喀 sound 喬喀 sound 泰山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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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 无佛出世 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 地藏菩萨的愿力很大 请看幻灯片 所以就会有日式的地藏王菩萨 你看他一进入门的时候 就会有个木头 先要你洗手 摘戒沐浴 这是很好的 地藏菩萨 藏文叫 这是日本式的地藏菩萨 可是你有看到 地藏菩萨的脖子 带一个微多多 对不对 这个是地藏水地 水子地藏或是送子地藏 在日本是一个文化 师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从来不会把微多多 拜在佛菩萨 或者盖一个帽子 那是他们的文化 所以地藏菩萨还在日本 在韩国也非常的弘扬 所以这是日本的文化 昨天没有给各位看 我图片找到了 第二个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中间有共的一个地藏 旁边就一个一个小小的地藏 这是在寺庙里 它什么呢 祖先的灵墓 或是幽冥界众生的牌位 或是乃至于现在讲的 英灵超度的牌位 也就是用石雕供一尊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上面挂满了红布供养它 所以这就是日本的文化 地藏菩萨是在有佛出世跟无佛出世 尤其是在末法时代 佛没有出世的时候 修地藏法门加持力是很大很大的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也遇不到佛 你真的想遇到佛 你得要用功修持 修到有禅定力 上身兜率内院 你才会见到弥勒菩萨 对不对 虽然你号要要去西方极乐净土 可是你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英文讲face to face 脸对脸地见到佛菩萨 所以古人有一首祭颂说 佛在世时我沉沦 佛灭度后我出生 忏悔至生多业障 有人叫做懊悔至生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生 就是说佛出世的时候 两千五六百年前佛出世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要轮回到哪一道了 我们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 其实老师告诉各位 各位见过释迦牟尼佛 我们是在佛出世的时候 曾经被佛放光过 照过 所以你会在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听到佛法 像能够在释迦牟尼佛法运 而出家做生且的人 其实老实说 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见过他 可是那个时候你不一定是人 你可能是天上的天神 你带着玉天曼陀罗花来供养过佛 你可能是人间里面 在树林里面飞的小昆虫 小猫猫虫 或是你在古印度 跑来跑去的流浪狗跟流浪猫 小猫猫虫